今天來花路休閒農場 這個草子區呢 這邊這棟城堡建築 他們的民宿啦 整個地區 整個園區是被花花草子堡 還有大樹木圍料 還有蔥米苗教 這條路喔 然後這邊 那邊就是一大片鮮蘿玉金香花片 帶大家去看看 這一大片通通都是鮮蘿玉金香 那這邊就是一個品種 然後兩種黃色 這邊的就是這種比較淺粉色的 這邊就是比較桃紅色的花 漂亮 那現在目前這個展期 就是大概到十月中的時間 還有機會可以來這邊拆開美照 看博物 那其實會有這個花展啊 就是因為老闆希望 就是這邊除了就是大家可以來打卡 拍拍完美照 同時這邊也是一個 就是專業職務的強力 就是大家也可以來這邊交流 這種關於採葉草的相關知識 然後這個地方呢 從七月二十二開始會有 平均的鳳梨牌 那因為花露農場 它本身就是會有秀桃花季 然後或者是菠菠草 那現在他們就是把這邊 都換上新的這些彩葉草 然後之後這邊會有一隻 就是巨大的鳳梨 它就是以採葉草為概念 就是這裏的鳳梨 這邊還有一個Roses Bar 主要就是賣這個花麒麟 這是他們家自己做的喔 花露農場自己做的 用他們自己種的玫瑰 然後還有賣一些飲料啊 冰沙 咖啡 鬆餅 這邊都有 你去去看 好 這是他們的花麒麟 現在加的是什麼 金箔 金箔 他們的冰淇淋是 雙淇淋是玫瑰巧克力口味 然後還會灑金箔 還有新鮮的玫瑰花瓣 還有什麼 新鮮的玫瑰花瓣 還有什麼 新鮮的玫瑰花瓣 好 幫我轉一下 還有一個餅乾 好 我拿囉 謝謝 它這邊啊 超特別 它有賣他們自己做的這個 玫瑰啤酒 他們是用自己種的玫瑰 然後先釀成玫瑰醋 然後再送去做成啤酒 看超特別的 這個是夢幻玫瑰可頌松餅 那它就是上面都會擺水果 那現在是葡萄 然後老闆說有時候會是藍莓 然後上面這個醬啊 它就是他們自己做的玫瑰醬 然後還有卡斯達 可是這邊啊 超人氣甜點喔 然後再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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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